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因為今天放假所以輕鬆一點 但所謂輕鬆一點是不用早起 但不代表沒有工作 我通常放假因為回的時數比較多 所以放假的原因是看病 或者他有什麼事才要放 所以今天放假純粹是要看醫生 不用擔心 只是到口康科去拆線 因為之前我經常發覺 這裡有點痛 其實現在也有 但我每次用舌頭去弄它 就會扯著痛 然後好像有一個線頭在弄著 幸好線頭發現是昨天才發現 今天就見醫生 今天醫生剪了線 就變得突然舒服了很多 因為這裡不用點亂線 因為剪了很多東西 這裡就剪了一兩東西 不用點開刀不用點亂線 所以這裡一直都沒有什麼 因為這裡始終是開過刀 變相現在比較脆弱 所以你有不適 或者有些類似牙肉發炎的感覺 都是很正常的 慶幸啦 沒有辦法的 始終開了刀 你都要等它慢慢康復 就算那個面層 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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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的 那條什麼偷渡路線 又翻山又越嶺 又說要逃步不知幾公里 中間又要經過松林 中間還要經過溪間 又有蛇蟲鼠蟻 又有些什麼 我第一時間想 他有這麼本事 難聽點說過 他能夠這樣翻山越嶺 又給得起錢 又有體能的翻山越嶺 走山走盛的話 他不需要偷渡 老老實實 他直接去美國領事館說 我就是個專業人才 你給我有適當的培訓 我和你奧運金牌都拿到 老老實實 長跑? 你只要訓練一下我就可以了 我連攀山越嶺 走這麼多公里路 面對這麼多危險 都還可以生還在你身上的話 我一定能夠拿到奧運金牌的 因為奧運金牌 基本上沒有危險的 那你什麼這麼辛苦 你直接這樣說 我是這方面的運動專才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有才 我都發覺沙姐真的很聰明 另外一件事 又看了一些標題黨 這樣說的 有 在新潮問他 又這麼說 如果統一之後 台幣對人民幣一對一 那些台灣人一定說 立即解放我 我不知道他這個消息哪裡來 他可能的消息就是 來自於一些我估計 就是說 如果我們統一了台灣之後 台灣那個貨幣就會沒有了 就會用人民幣去代替台灣貨幣 所以他們可能就這樣 不知道給一些什麼 傳媒引述 或者估計 估計到台幣對人民幣一比一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台幣對人民幣是一比一的話 台灣的人物的資產會完全升值四倍 你說可不可怕 你本來以前一元的 現在變了四元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你要知道 你本身不要說統一之後 台灣貨幣是已經沒有了 你本身現在這個狀況 台灣貨幣都是廢紙 你拿著台幣 你覺得你出不出門 出到家門口 是離開不了台灣的 所以其實你拿著台幣是沒有什麼春用的 難聽一點說 你拿著韓環都更好些 因為韓環你在香港大部分的兌換店都有得對 不過當然是兌換的匯率是難看一點 但是都有 但是你問一下 我估計100間兌換店 可能有八、九十間是可以有韓環的 但是有多少間可以兌換到台灣紙呢 100間我估計只有10間以內 因為風險高 而且我脫不了手 所以你可能 即是說100間有10間都是比高去 可能它的牌價是有 但不代表它有貨 所以大家就要想一下 你本身現在台灣幣都沒有人要 如果台灣幣是有市有價的話 你銀行也有得對 就是沒有的 你不一樣我拿著人民幣 拿著港幣 我去到美國去到歐洲去到哪一個地方 我都有得對 最多的紙水是多少 但是你拿著台灣貨幣 你搞什麼 是香港這麼好才讓你用一下 但其實你問一下 它真的有台灣貨幣的水牌 你問一下它真的買不買到 或者真的對不到 它其實對不到 它說它現在沒有貨的 所以你就看到 如果統一了之後 那些台灣貨幣是根本更加不值錢 其實你現在台灣貨幣都是不值錢的 只是因為你如果要去旅行台灣 你一定要花 所以它才叫做 有少少叫做面值在這裏 但是其實你在台灣 難聽點說一句 它又統一了之後 你不要說現在 它又統一了 你現在拿著港幣去台灣 那我為什麼要唱台幣呢 那我為什麼要唱台幣呢 你不是現在 我記得我2008年的時候 在2008年之前去台灣 你真的要在機場的時候唱一些 唱台幣的 如果你在台北活動 那些大型商場都有得唱的 但是如果你離開了大型商場 在台北你就基本上沒有了 台南啊 台中那些你就不用指望了 但是我2008年的時候去台灣 我去台中 其實台中都不是旅遊點來的 但是你去那些大型商場 它都照收你港幣可以幫你對的 那我為什麼還要用台幣呢 用台幣就是方便你的小食店 真的小食店 它真的不會收到你港幣的 那你就會真的方便小食店 那其實之後就沒有什麼用的了 而且我覺得 你不是沒有一個 台幣的 你也是有一個 台幣的 我們香港港幣 一元港幣大概是 我不知道現在 因為沒有想過去 所以我不知道 我記得以前一元港幣 最好的時候是三個多 最好的時候三個多台幣 一元港幣等於三個多台幣 差的時候一元港幣可以四個多台幣 接近五元 那你再要看一看 人民幣本身就比港幣價值高 那所以可不可行 變成一元人民幣等於一元台幣 沒有可能 這樣對於國內的市民是不公平的 那你也都不需要想 台灣的東西是不用出口的 你想想 如果之前是二百元台幣的 那就是圍起來 除了四就是五十元港幣左右 再圍起來人仔就是四十多元左右 但是如果現在一對一 二百元台幣的 你等於二百元人仔 你覺得行不行呢 可不可能呢 還有台灣根本就沒有任何價值 可言 我們看一個地方的一個國家的貨幣 值不值那個價值 會不會有人要 就是第一 他的經濟 他的國家大不大 他的經濟安不安全 還有他有沒有這個價值 就是我可以借錢給你國家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這個價值 將來可以賺回來 台灣根本是沒有這個價值 可以 你想想你台積電都整個搬到美國 你台灣還有些什麼呢 而正如國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說 我們國家同胞經常都會說 沒有高端芯片 就先用舊手機 又不是用不了 因為所謂的高端芯片 基本上是用於一些 大部分都用於一些電腦 手機這些 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用於軍備 基本上就不是用這些芯片 是用普通的那些 我們自己國家都製造到 我只是不換手機 不會死人的 大佬 就先用多幾年 亦都這樣說 當我們武統台灣的時候 可能我們自己本身 就已經可以突破五納米、四納米 都不需要台灣 所以他們是太高估了自己 還有你要想想 台灣本身已經負債這麼多 美國買了那些軍備 跟美國買的那些軍備 沒有交貨 但是就給錢了 或者說了 就算了一條數 那誰先找到 老老實實 那你值什麼 你根本不值 到我們修復了台灣之後 我們還要幫你搞基建 幫你駁回一些電 不是你哪個夏天有電用 你每次斷電 你們熟了 那你想想 我們還要投資這麼多下去的時候 可不可能一對一呢 真是老實說 因為我們本身 港幣跟台灣是有個匯率的 故此我覺得 很多時候就會參照 我們為了台灣穩定 修復了它之後 為了台灣穩定 基本上是會參照 港幣對台幣的匯率 然後再接人民幣對台幣的匯率 然後就取消台幣 變回所有的 變成人民幣 而在台灣省 到時回歸之後 你就通用的就是 港幣跟人民幣 這個是傻姐的股 但是大家覺得合不合理 其實很合理 所以如果你說真是 到時 台灣收復了之後 我覺得大概1元人 等於5元台幣 這樣接換 之後就完全用了人民幣 做到銀行全款戶口 即是可能你有5萬元台幣 可能回歸之後 就變成你銀行戶口 只有1萬元人民幣 所有之後的買賣商品 全部都隨便了 變成多少錢人民幣 或者好像我們經常都有的 商語了 多少錢人民幣 或者多少錢港幣 這樣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不知道誰說 如果一對一 那時候 外灣人就會馬上說 解放我 其實不可能 這個當然是台灣 那些民眾 等於那時候 梁國雄這樣說 有人願意出1億買我的投票 其實是否真的 真的有人會出1億呢 是不會有人出的 是他自己說 有人願意出1億買他的投票 希望 真的 國家願意給他1億 這個現在 我覺得這個消息 都好像梁國雄那樣 自己做自己 希望到時候 有人願意一對一這樣 你問一下 就算真的1對1他們都不肯 他們就是要錢不要國家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聽完這些笑話就算了 真的不用太認真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